大家好,我是Stan 引发明尼锦与皮利普列之间矛盾的埃里抄袭诉讼 将于明年1月开始开庭审理 11月18号,根据法律节等消息 首尔西波地方法院第12迷失部 将于明年1月10号开庭审理埃里所属公司皮利普列 对明尼锦前代表提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的首次辩论日 值得关注的是 皮利普列作为原告所提出的诉讼金额高达20亿韩元 此前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审理的关于 海埔一决权刑事等假处分诉讼的听证会上 明年金代表方面主张了埃里抄袭了Nujins 并公开了来自海埔内部员工的举报内容 根据该举报内容 埃里的创意总监从埃里共享阶段开始 就收到了Nujins的企划案 并提到埃里和Nujins的企划案完全相同 而皮利普列则表示 有关埃里抄袭Nujins企划案的主张并不属实 并于今年6月提起了相关诉讼 埃里的品牌策略与概念已于2023年7月21日最终确定 并在内部进行了分析 举报者所谓的企划案 是在之后的2023年8月28号寄送的 从时间上看 无法对埃里的概念产生影响 目前埃里普列除了上述诉讼外 还表示已对明尼锦代表提起了 业务妨碍和命运毁损的诉讼 指控他 针对本公司和埃里单方面主张虚假事实造成损害 明尼锦为了自身利益 将无辜的信任组合作为牺牲品 并对他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主张抄袭 对整个大众文化产生负面影响 表示遗憾 他们强调 应由专业领域判断的事项 却被明尼锦断章取义 并加以扭曲 如果不加以纠正 这将严重一致创作者的创作活动 而明尼锦也无法逃避责任 最后媒体指出 在今年4月25号 明尼锦签调表在紧急记者会上 再次提及 女进死与埃里的相似性 并表示 这对谁有好处呢 这也会毁了埃里 这样下去 所有人都会变成牛进死 我并不是在批评埃里 他们有什么错呢 问题在于大人 随后 皮里普雷的代表表示 如果真的认为 孩子们有什么错呢 的人 在不需要提及艺人的情况下 应该尽量减少提及 然而 这种主张 其实是在明确指示攻击的目标 等于是在指导支持自己立场的 爱豆粉丝们 去批评和辱骂埃里 而事情的确发生了 这实在是非常糟糕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大众的眼睛都在看 还有这么多内部举报的内容 这家公司真是厉害呀 他们的思维就是 即使扎签请律师 只要法律上没问题就行 企业应该具备的良知 和常识到底去哪了 女进死和埃里很像吗 歌曲误导甚至概念都明显不同 但还是一直在坚持这种主张 等打官司看看结果就知道了吧 因为法律上很难认定为抄袭 所以才想留下法律依据来说 不是我们的问题吧 然后用作反驳资料 真是卑鄙啊 计划案都明目张胆的抄袭了 有点良心吧 希望明镜一定要赢 如果不用法律来判断的话 你说抄袭就是抄袭了吗 马根底和牛进死的歌曲之间 到底哪里相似 还有其他哪些地方相似 请具体说明一下吧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男团德伯伊吉成员侧弩 被私生犯袭击了 11月14号 所属公司在广卡声明表示 上周9日 德伯伊吉成员侧弩 在完成行程返回宿舍 准备下电梯并打开宿舍门时 躲藏在通楼层紧急楼梯的私生犯突然接近 感到威胁的侧弩 立即向公司职员通报 公司职员随后与侧弩一起将 非法闯入住处的私生犯抓获 并移交警方处理 而在抓捕试图逃跑的私生犯过程中 侧弩多次遭到袭击 该人因涉嫌非法闯入住宅和暴力行为 被现行逮捕 目前正接受警方调查 侧弩与公司职员在事发后 立即前往附近医院接受检查与治疗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看来是跟踪后被抓住 想要逃跑就动手施暴了 真是疯了 那是暴力事件 应该进行刑事起诉 还好那位成员没有受众伤 不过可能会留下心理阴影 还是哪句话 私生犯不是粉丝 是八个蛋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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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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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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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啊